台信用开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 将会在台湾时间28号早上登场 没有想到辩论会都还没有开始 川普的发言人呢 就跟即将要主办这次这个辩论的CNN的主播给杠上了 在直播节目当中大打口水战 指控主持人立场偏捧 而CNN的主播最后决定中断连线 外媒就估计了 到时候在现场这个辩论会恐怕是少不了 恶言相向仇恨值极高 更有专家评论 这将会是一场丑陋难堪的辩论会 台信新闻台在28号上午 也将全程同步口译 为您转播这场辩论会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 将在台湾时间28号早上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跟前总统川普 双方阵营都绷紧神经全力备战 没想到辩论还没开始 川普的发言人就跟CNN主播杠上 在直播节目上大打口水战 CNN派出两名资深主播负责主持辩论会 遭川普发言人质疑他们的政治立场鲜明 可能有偏颇拜登的疑虑 主播多次回应同事相当专业 都有针对各党派报导试图拉回访问主轴 不过发言人不改立场 主播最后决定强行中断直播 选战百日化 四年前的败川之争再次上演 加上双方民调纠缠 外媒预计辩论现场少不了恶言相像 仇恨值极高 更有专家评论将会是场丑陋难堪的辩论 首场电视辩论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举行 长达90分钟 目前现场已挂起辩论会的布条 预计会有8000多万人同时在线上观看 拜川双方将针对不同议题攻防 如何发展全球关注 张永腾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